台南26号在传出袭警案 袁警大胆用枪制服嫌犯 他被台下救护车时双手反抗 为了强化袁警的接敌技巧 台南市警察局加强安全教育训练 当嫌犯持刀作势攻击 警方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拉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碰伤歹徒持利刃冲上前 袁警一边退后一边开枪制服对方 这是美国警方必学的21英尺法则 研究指出通常持刀的嫌犯 最快能在1.5秒拉近5公尺的距离 做出致命攻击 而一般警方必须和嫌犯相隔6.4公尺 也就是21英尺才有足够的时间 击出两发子弹 就盼好各种攻击状况 教官建议要随时保持警戒 除了要拉开距离找掩护 警戒高层再度表态 支持警方大胆使用强械 我想模仿的效应一定有 因为社会上还是有一些 这个精神状态 不是很稳定的民众 提升我们接敌战力的一个训练 无非就是希望我们同仁提高警觉 两名应用远警因公训职 就怕再有危险 警方持枪应对 不仅是为了自保 也是为了民众安全 建议新闻 赵爱捷 中程良黄一轩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